德撒洛尼前书第五章 弟兄们,这论那时候与日期,不需要给你们写什么。 你们原确实知道,主的日子要像夜间的盗贼一样来到。 即使人将说平安无事,那时灭亡会突然来到他们身上, 就像痛苦来到怀孕者身上一样,绝逃脱不了。 但是你们,弟兄们,你们不是在黑暗中, 以至那日子像盗贼一样袭击你们。 你们众人都是光明之子和白日之子。 我们不属于黑夜,也不属于黑暗。 所以我们不当像其他的人一样贪睡, 却当醒悟清醒。 因为人睡觉是黑夜睡觉, 喝醉的人是黑夜喝醉。 但是我们做白日之子的应当清醒, 穿上信德和爱德作假, 戴上得救的妄德作亏。 因为天主没有简定我们为谢怒, 而是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获得拯救。 他为我们死了, 为叫我们不论醒悟或睡眠, 都同他一起生活。 为此,你们应互相安慰彼此建树, 就如你们所行的。 弟兄们, 我们还请求你们尊敬那些在你们中劳苦, 在主内管理你们和劝诫你们的人。 为了他们的工作, 你们更因本着爱, 重视他们。 你们要彼此平安相处。 弟兄们, 我们还劝勉你们, 要劝戒贤荡的, 宽慰怯懦的, 扶持软弱的, 容忍一切人。 要小心, 人对人不要以恶报恶, 却要时常彼此勉励, 互相善待, 且善待一切人。 应尝欢乐, 不断祈祷, 事事感谢。 这就是天主在基督耶稣内对你们所有的旨意。 不要消灭神恩, 不要轻视先知之恩, 但应当考验一切。 好的应保持, 各种坏的要远避。 愿赐平安的天主亲自完全圣化你们, 将你们整个的神魂、灵魂和肉身, 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临时, 保持得无暇可止。 那召你们的是忠信的, 它必实行。 弟兄们, 你们也要为我们祈祷, 你们要以圣文问候所有的弟兄。 我因主誓求你们, 向众弟兄朗诵这封书信, 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宠与你们同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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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